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木 网阶的深夜线下比赛购买门票的话都会附赠一款蓝票 但是今年的话因为疫情的原因 蜘蛛的这款时装的话改成了商城现实出售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商城这边的购买方式的话是只能回升购买的 一般此类时装的话都是无法用解锁卡兑换的 比如深夜冠军时装还有夏亚塔时装这些 但是也有例外 比如金火紫皮商架商城的话也是仅限回升购买 但是可以用紫皮卡兑换 不过这次的话大家发现可以用蓝皮解锁卡兑换 而蓝皮解锁卡在新手商城那边的折扣价格是68回升 蜘蛛第一商城318回升 关于这件事情外服的光博都做出了相应的回样 对于此事的话表示抱歉 表示保留可以用解锁卡解锁的方式 如果是已经用回升购买的玩家可以联系客户付款 太多的话也是非常的有诚意的 从更新公告的内容来看 两边关于时装的表述是一样的 不过目前国服这边的话好像还没有就此事做出相应的回应 评论区的热评呢也没有谈论此事 也可能最近深夜猜是作为主办方在忙 有些东西忙不过来 这的话也能理解 不过个人建议官方最好还是及时做出说明 最后就这款时装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而蜘蛛背上的字样呢则是大都会的意思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